好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二进制文件读取给讲了 那么这个二进制读取的时候是不是多了一个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指定下你读取多少字节 这个字节数怎么定 是不是你这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多少字节 它占多少个字节 包括什么目标值 特征值 都要去概括进去 那么读取之后 那么你解码出来的 解码出来这个内容在这里 是不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所有的很多的这个reader 就是说所有的阅读器解码出来 是不是形状都不是固定的吧 都是问号问号问号 或者说只有一个问号 那么这个对于这样的东西对吧 那我们后面肯定是要处理的 首先要考虑到在这里 它的标签值和特征值是不是在一起的呀 所以你在这里最好把特征值和目标值分开 然后提供给别人吧 对吧 你总不能说把这label image 提供给别人 好 那么提供好之后 那你要把它分割成label image 分割时候是不是形状就固定了 对吧 已经固定了 当然这个形状不是32323 而是我们通过动态去修改这个形状 那也说我们定一下 在你提供或者批处理数据之后 那你是不是一般的 你这个数据的形状是不是要固定好 对吧 把数据的形状刻针值的形状固定好 目标值的形状固定好 然后提供给别人 包括类型 你的这个什么int类型 对吧 如果说要计算了 是不是要flow的三个类型 对吧 你都要去修改 在这我们就没有修改了 好 那么这是读取我们的二级之文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种格式 叫什么呢 tf records 那么这个tf records呢 它在别的地方我们是看不到这种格式的 对吧 这种格式 它是tensorflow当中自带的一种文件格式 tensorflow自带的文件格式 那么这种文件格式 为什么它自己在创一种文件格式 对吧 来拿来存储呢 好 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的 那么它是tensorflow设计的一种内置的文件格式 是一种二级之文件 那它其实也是一种二级文件 为了更好的内存 利用内存 更方便复制移动 那也是说 它的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读取 读取 速度快 对吧 方便 方便读取和移动 那也说这种数据呢 它的格式肯定是跟它的格式有关 为什么方便读取啊 为什么方便移动啊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格式 它是为了将什么呢 为了将二级之数据啊 和标签值啊 就是特征值标签值啊 存储在同一个文件中 说为了将 为了将这些数据存置 在同一个文件中 那我们样本 我们从机器学习角度来说 一个样本 我们一般都是有什么 特征值目标值组成吧 特征值和目标值组成 那么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但如果别人提供的数据 对吧 诶 一个个图片 然后对应的标签又在另外一个 比方说在这里 比方说我们这个 后面呢 有这样一个 验证码的识别的案例 对吧 我们要识别验证码 那么验证码是什么 是不是给了一张一张的图片啊 对吧 这是你的图片 那么 它的标签呢 给你提供的是干嘛的呢 哎 最后来 也说他给你标记了啊 从零到五千九百九九一共多少个是六千个数据 每个数据对应的标签是这个 那你这个数据处理这个是不是挺麻烦的 你首先要把每个文件读出来吧 每个图片读出来 然后对应的标签也要读出来 还得不能乱续的对应起来吧 那这个意味着整个处理非常麻烦 那么 什么样的一种格式能够让我们很简单的处理 比如说 我读取一个页本的时候 哎 一个页本呢 它的特征值是什么 我就直接回去了 它的目标值是什么 直接回去了 是不是更加方便点 是吧 那这样的话 TF Records 就 这样就这样的诞生了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种格式是什么呢 它的文件格式后缀名就是TF Records Tons of Law的这样的一种 文件格式 那它的一种内容是什么呢 Example一种协议块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类字典的格式 注意了 是类字典的格式 那也就是说字典有什么好处啊 是不是 你这个东西的键是什么 值是什么 键是什么 值是什么 很容易取吧 比如说啊 我现在要读取别人的数据 别人数据存储特别麻烦 对吧 就刚才我们看到 验证码还有标签 比如说它图片呢 一些信息都单独的拿出来了 那我现在提供给别人一种格式 就TF Records 我可以把什么呢 每个样本 我每个样本呢 每个样本都是一种 Example一种协议 什么呢 Example一种协议 我这种协议存储之后啊 我假如说第一个图片 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 它的键是什么呢 比如说键是你的图片的特征值 可不可以啊 特征值是什么 好值你直接获取 然后它的目标值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标签是哪一个类别 哎 是不是也有了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获取的时候 只把你这个文件读取出来 然后获取第一张图片的image 第一张图片label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所以它是一种类字典的格式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就是看 这种格式是怎么去构造的 那还是一样 我们在读取文件的时候 读取一行 读取指定字节 一张一张读取 都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 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的读取 是不是这样 这是它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我训练的时候 都是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的去训练 那所以我读取的时候 是不是 按P4读取10个样本 或者说读取 默认读取一个样本 然后P4读取10个样本 20个样本 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所以 TF Records也是 它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的成绩句 能理解吧 比如说一个样本的 이미ge是什么 是不是就像那字典 给它成绩句 所以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example协议 它怎么构造的呢 我们先来讲 刚才我读取了 10张图片的特征值 和目标值 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这10张图片的 特征值 目标值 存到这种 TF Records文件 介绍我们读取的时候 再可以发现 这种文件格式 的确在读取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处理 非常方便处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存储的时候 TF Records 这种文件 存储的时候 来 第一步 建立TF Records 的存储器 那么这个就是 你写入了这个文件 PASS 就是说你这个TF Records 文件在哪里吧 好 构造好之后 注意了 它只有一个write的方法 还有一个close方法 那也说write是干嘛 是不是写进去吧 把你样本的数据 写进去吧 对吧 这个文件好了 这个文件内容好了 然后写进去 写进去 注意了 它像文件当中 写入一个字符传记录 那这一个字符传记录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个exampl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example example example 那example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协议吧 那所以 我们存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按照这个协议存 其实就是一种类字典的格式去存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 注意啊 对于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 你现在有一百个样本 是不是每一个样本 都要按照example 都要构造吧 都要构造 来 example 写一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协议 example是怎么构造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接着 这是我们存储的重点 构造 每个样本 注意到是每个样本 example 写一块 一个样本的 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首先实力化一个什么 example吧 exampl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example 然后它里面有个features 传出 我们先一个往后看 features 传出 那我怎么传呢 你必须传一个features的 类型的特征实力 好 也就是说 我们要传一个features 类型嘛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先第一步 好 构造了 对啊 对于每一个样本 我们构造了一个example 实力化什么呢 比如说实力化成一个example 对吧 这是一个 好 然后它的features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刚才说了 是一个tf.train.features实力 V-E-A-T-U-R-E-S 那接下来features里面又要传什么呢 我们看features 这个features是什么 tf.trainfeatures就是这里传进的值 它有一个参注是feature 那这个feature就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什么呢 字典数据 就是你key为保存的名字 value为一个feature实力 那也就是说 在这注意到这个features里面有一个什么 feature参注吧 V-E-A-T-U-R-E 这个feature参注是一个什么 字典 好 那字典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要构造这个东西吧 那字典刚才说了 你的件是什么 件是不是你要存进去的名字 比如说我要存特征值 是不是我给它取名叫这里 然后我要存目标值 比如说label 好 是不是就可以了 假如说你还要增加这个图片相关的内容 你图片的长宽 高 是不是都可以存进去 是不是非常方便吧 你取出来的时候就按这个取就行了 非常方便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image level这个值怎么去构造呢 它还不是简单的把你的值放进去就行了 把你刚才读取出来的这个值 并不是简单的把这个值放进去就行了 而是干嘛 它还要构造 这个值为一个feature实力 那这个feature又是一个类 看一下feature是不是在这里 那也是说我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的image和我们的label都要构造一个feature进去 好 那重点就是这个feature又怎么去创建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eature 在这里feature里面的新兴options 那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建制队吧 对吧 那看一下 建设你存进去的类型 值就是你这个类型实力化的这样一个实力 看一下我们这里两个拿过来 好 我们把这个呢删掉 然后这个地方的byte list的tf.train.byte list的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啊 你是不是想把一张图片的image和label存在一起吧 那image存进去的时候 image是什么 是不是粘量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的一个特征值的将来 是不是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32 323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32这里323是不是一张图片的啊 那这个东西我们用什么形式存储在文件当中好 那你这个是一个三接这样的 你用一个inter类型存进去好吗 你用一个flow的类型存进去好吗 也不行吗 所以这个地方存进去的时候 你的image包括我们的label存进去以什么样的格式存进去是非常重要的吧 所以他这里给你的三种选择 什么进行选择呢 三种 inter64 bys list float list 三种选择 比如说他给你三种选择了 这三种选择 你只能从这三种去选择一种去存到我们的文件当中 那我们的label一般你认为存哪个好 是不是inter存进去好 你每一个样本它的label是什么吧 然后image是一个什么 比较复杂的一个张量吧 那是不是以一个bys存进去好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符串 相当于这个字符串对吧 只是字节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image以一个bys list的参数 对吧 那这里就有一个inter64list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你存进去什么呢 就以tf.train.inter64存进去 好 存进去是有格式的 所以我们这地方就是bys list的inter64list image是一个三阶的张量 你是不是一张图片是不是三阶张量 三张三张三张三 是不是把它转换成一个string的形存进去 然后你的label是不是一个 就一个什么值吧 这是五类别八类别还是七类别 是不是以int类型存进去就行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存进去的时候 就以int存以什么bys存 所以刚才我们读取的这个东西 把这个转换成string存进去 把这个转换成int 注意到是一个样本啊 你这个8是不是要存到这里啊 比如说你这个8int 是不是要存这里来啊 然后这里是一个什么 一个样本的什么数据吧 二十二三兆三兆三吧 三兆三兆三兆三 这样的数据啊 但是是不是一个张量 不是 它应该是转换成一个string的东西了吧 所以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所以这里面填的就是你的image 这里填的是你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说了刚才构造一个example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样本吧 那所以每一个样本是不是都要把每个样本的特征值和目标值放进去 然后够到一个 然后写进去 那写的时候我们说了 它只写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example吧 所以说你是要循环的去构造每个样本的example 然后循环的去写进去每个样本的example吧 没理解吗 哎一个个的写进去 那这地方这些啊 包括什么example啊 里面有feature参数啊 又feature 这些东西呢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你构造的时候 不管你任何文件 任何数据构造 是不是都是固定写的 前面这些是不是都是固定写的 对吧 那他这个features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你的建制队 你有多少个建制队吧 你features有一个两个吧 这个features 当然你不能理解特征啊 你理解的是一个样本有哪些特征 一个样本有哪些数据吧 比如说有你的目标值 目标值 特征值 是不是两个数据啊 还有你的什么 比如说长宽 是不是这些数据啊 都叫features 对吧 好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首先你得构造一个 建立一个文件 然后呢 对于每一个样本数据 是不是构造一个example 写进去啊 是现在确定了 先去写 那至于具体怎么写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通过这两步 一个是先建立一个文件啊 文件建立好之后 write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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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的写 然后每个样本都是这个东西 那理解了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存到tf records文件当中 那这个存 我们说了 二进这文件 他存 他提供的这种二进文件 我觉得他不是特别方便 是吧 我觉得他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我想把他的所有的数据都拿来干嘛 存到tf records文件 OK啊 可以吧 好 那现在我们先还是以十个样本啊 你读取出来的是十个样本 十个图片 每张图片是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十个图片 每个图片呢 目标指是这个吧 对吧 这是一一对应的 这十个与你的特征值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第一个函数 我们来第一个函数做这个事情 那第一个函数干嘛呢 抵上一个write to tf records tf records 好 我要把什么放进去啊 是不是你的特征值目标值 是不是十个样本啊 十个图片啊 现在我们只读取十个图片 如果说你这里面想读取多少 六万个图片 是不是可以啊 把六万个是不是全拿出来了吧 都写进去 你一次性读和单独读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那我这里就image 参数我肯定要用到image 和label 是我刚才读出来的这两个内容嘛 是不是要把它存进去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存进啊 将图片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存进tf records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 所有 这里应该有多少张图片 十张图片吧 十张图片的 你可以多存一点啊 不用存 必须十张对吧 十张图片的目标值 标值 然后呢 这也是特征值 好 那我们来返回呢 先返回now 返回now 那么怎么去做啊 这个东西存怎么做啊 是不是就两步吧 一步 干嘛 先构造一个你的这个存储器吧 对吧 第一个就先找到你这个文件 对吧 先构造一个文件 然后干嘛 第二步就是循环的去存进去吧 好 第一步 构造 注意了 这里跟我们读取数据不一样 这是存储数据 构造一个 构造一个 一个tf tf records 只有rd tf records文件 好 那怎么构造 看到这里 第一步 建立一个存储器吧 对啊 我们就写 建立存储器好一些啊 我们把这呢 扶着过来 建立tf record的呢 存储器啊 一个存储器 好 那么怎么建立 看一下 tf.python io里面有个tf record write 啊 所以我们这里写 tf.python iode tf record tf record 那么构造里面 这个参数是什么 pass 是不是你这个文件的目录啊 好 那所以我们要保存在某个文件当中 所以你要去 写一个文件的目录吧 好 那文件目录呢 我再来一个 对吧 再来一个 一半的screen 然后呢 这里写入是 cfar的tf records文件目录 然后呢 这个目录我就给一个 对吧 这个文件存在哪个目录呢 我来写一个 比如说 我们把它存在到 tf目录下 对吧 tf目录下 就存在tf 好 就存在tf目录下 然后呢 名字要命名 对吧 比如说我们名字叫什么呢 cfar.tf records 注意了 后阵名 不要写错 这是不是我们的文件名字啊 对吧 存到这个文件名字 这是存进的 存进tf records的文件啊 文件就行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flux去获取它了 在这里 我们通过 flux点 这个东西 是不是建立一个这个存储器啊 比如说叫 writ 对 这个 好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read的构造好了 是不是要read的东西进去啊 怎么read的 是不是一个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 read的 诶 第二不非常重要 循环的 循环的将所有样本写进去吧 循环将所有样本写入 写入文件 那么这里是应该是什么 每张图片 每张图片样本 每张图片样本 每张图片样本都要构造一个什么 example协议吧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 循环的将image bank label bank给存进去吧 每一个样本都要构造 所以for for I 1 比如说 你现在有多少个数据啊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去论对吧 当然你这个论的话 你取这个是三界的张图 论是出不来了 你的论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元祖 对吧 你也可以过取什么 这个元祖里面的第一个数 它是它的这个长 多少个样本 长 宽是多少 是不是就这个值啊 这只吧 是不是这个 好 那我们这里直接写一个十也行 对吧 那现在你是不是只有十个样本吧 十个样本吧 那十个样本 我把它放进去 是不是 那我取出样本 怎么取啊 这个image bank本身就是十个样本 十张图片 每张图片都是这个 怎么取出一个一个的 怎么取啊 怎么取啊 image bank 它是一个世界的张量 对吧 我要取出第一张图片 取出第二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 怎么取啊 其实非常简单吧 就三代仪是索引一样的吧 我们的image bank 取出第一个图片吧 取出第一个图片数据的特征值 特征值和目标值吧 好 看一下啊 image bank 它是一个一百 十个样本的 对吧 我们只读取了十个样本 十个样本 那是不是 我就可以去通过索引 获取第一个样本 能不能这样回去 是可以的 这也是第一个样本 好 第一个样本 比如说就叫做image对吧 值 好 第二个样本的特征值 是不是就label bench里面的 拍给我们的 label吧 是不是可以啊 就可以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把image label都写进去吧 这地方等一下再说 我们是有问题的 对吧 现在要构造一个样本的值 你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值 或者说一个样本的example 写一把 一个example 好 那么构造 我要返回这样一个example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返回这样一个example 是不是要构造这样一个example啊 哎 那我们一个就构造 首先是example 然后再features 对吧 好 那我们先呢 构造这前面一部分 构造一个样本的 example 一个咱们等于tf点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了 然后 这个地方估计是有中文 好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参数 叫features吧 对吧 v a t u r e s 等于 那这个值怎么传 是不是一个features的实例 tf.train tf.train train.featues 这样一个实例 那么接着这个features的实例又是什么 是一个feature 键 是feature 只是吗 一个字典吗 所以我们要构造一个feature vature 等于一个字典写进去 那么字典的键是什么 是我要把特征值存进去吧 注意了 这是一个样本啊 这循环的是取出每一个样本的啊 这是label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啊 这image 再来一个什么呢 label 好 那么image的值是什么 是不是构造这样的东西啊 哎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护 复制过来 这里还是有中文啊 那我们自己去写吧 先还原一下 我们在这写 tf.train.feature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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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面我们第一个类型存进去 我们说了bass list 对吧 tf.train.bass list 然后呢 你的value 就等于好一个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这一段 闪掉 少了一个多号 好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构造好这个image了吧 那image我们说了 它是这种张量对吧 一个图片是这种二十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三 我们以什么存储跟合适啊 是以bass存储跟合适啊 是吧 那注意到这个bass我们要传进来 那image bass i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image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看到这个image取出来什么 这个是一个值吗 不是一个值吧 所以我们应该要获取evil它的值吧 是不是啊 一定要注意到 否则是一个什么类型吧 就是一个类型 打印出来一个tonsal 哎 这个类型形状什么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获取的是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了吧 对吧 所以要注意到 你如果不获取evil的话 你写进去的是这一串字不串啊 是这一串字不串 因为打印出来是一个字不串吧 所以记住了 那我们的evil是一个粘量 那粘量是可以直接用这个bass去搬进去吗 也不行 那所以我们要把粘量转换成字不串吧 粘量转换成字不串 之前我们在numpy当中有转换字不串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吗 我们的numpy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函数叫toStream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啊 就把你一个粘量转换成一个具体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数字为例 对吧 123 456 好 勾到好之后 a.toStream 对吧 这个没有对吧 那我们就用吞色啊 tf点我们的Constant 那没有 我们用这个a放进去 好 那这个地方呢 点toStream 好 这个也没有吞色toStream啊 啊 这个里面的evil啊 evil.evil.toStream 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有声音啊 为什么是evil啊 因为你这个Constant这个是一个什么类型嘛 对吧 必须得获取它的值才有什么 toStream的一个参与处 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把它转换成这样的一个Stream的形容啊 所以我们存进去怎么存啊 是不是 evil里面的toStream 好 那么这个image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子不算的类型啊 子不算的数据了吧 这个数据是真正的你的每个样本特征的数据吧 好 那我把这里用image传进去 是不是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feature够了 构造好了吗 啊 那第二个label 我们一般label以什么东西存储啊 印的存储就行了吗 好 那tf.trream点 哎 这里面都全都删掉 对吧 这里面从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要传进去一个int 对吧 那说了我们存进去只有这三种选择 是吧 int64干list等于tf.trream.int64 list吧 好 那我们这地方 int64干list等于tf.trream.int64 list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然后你的value等于值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存进去的应该是label bench第i个样本 看一下第i个样本 比如说第一个样本是不是存这样一个东西进去了 但是我们是以int类型出现你取点evo这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 label benchi里面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形状 它是一个什么形状 它这个意味着吗 二维的我们取出二维的某一个i是不是取出这个列表8呀 那列表8就直接存进去了吗 还是存8进去啊 存8吧 所以我们应该取出这个列表里面的某个值吧 比如说取出这个0值 是不是就取出8这个数字了 8这个数字以label存进去吧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取出的是什么 是不是int这个东西存进去吧 这是你的目标值 不是取出列表吧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 如果你不放心对吧 你可以int强转对吧 当然你这个也没必要了 那这个地方注意到 我们在这里使用了evo 所以我们必须干嘛 这一部分的东西是不是要在session里面去做 我们说了吧 你的evo是必须在有session会上下文环境里面才能用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等一下写进去 是不是要必须在session里面去写吧 好 先不管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example过得好了 我们把label传进来 label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传进去了 那我们image传进去了 label传进去了 好 现在第一个样板过得好了 然后第二个样板再过得 第二个样板再过 但是每个样板过得是不是 写入单独的样板吧 单独的样板 我们说这个write是不是写一个呀 不是一些很多吧 所以write点 这里有在那个参数write 对吧 write 写一个example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样板一个样板的写进去 那所以我们write点 write写哪一个 是不是example写进去就行了 注意的是直接example写进去吗 不是 因为我们要写句文件不能用 比如说你把字典写到文件当中可以吗 不行 要把它干嘛 序列化成jason过去吧 同样我们这里是不是也要序列化一下 所以example点也有个叫序列化的 对吧 serialize 当然我们这里已经有了 serialize的to stream 这个地方你就类比形式啊 你写字典是不是也不能写到文件里面吗 写进去是一个什么 jason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地方也是一个serialize的to stream 好 那写进去之后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关闭了 循环的写 是不是把十个样本都写进去了吗 最后写完了 关闭对吧 关闭 那我们就write.close 好 其实我们写进去tf records其实也非常简单吧 主要是一个什么啊 就是每一个样本是不是构造example就清楚了吧 把example构造好 是不是把它写进去就行了吗 序列化写进去 能力了啊 所以在这里要注意了 我们的write to tf records 由于有evil存在 是不是必须得让它在哪里啊 所以必须得让它在session里面去写吧 哎 我们先不打印之了 在这里构造一个实例 然后呢 把东西在那个bing二进制文件读取出来 现在是不是我要把它存进去吧 好 存进 存进二进制文件 存进tf records records文件 那么这里我们打印一下对吧 呃 比如说 开始存储对吧 开始 开始存储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结束 结束存储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 t呃 在cf点有个函数叫什么read吧 read to tf records 有哪个参数啊 看一下 是不是img bench label bench 是不是我们刚才获取了 十张图片的数据吧 是不是这里啊 img bench 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label bench 放到这里来 至于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session里面去写 为什么不在这里read啊 能理解吧 是因为什么 有一个evo这个东西吧 哎 一定要注意了 有这evo你必须得放这里面来 好 它没有款为止 是不是就行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运行 好 是不是存好了 开始存着 其实说的 因为我们样本是比较少嘛 很快对吧 只有10个样本存进去 那如果说你 你想把这6万个样本都存进去 是不是你可以在这里 p4去存吧 对吧 你可以在这 比如说你就指定5万个样本 都可以啊 这个东西无所谓的啊 都可以 你这是10年本 好 那么存进去了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cifa啊 tf records啊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我们直接到这个tml下看一下这个文件 它应该有个大小 是不是这里有个存进去的大小啊 对吧 哎 那这个就是你的文件 那一般的别人有的人提供给你 对吧 有个公司他默认就是使用tf records 因为他这个读取啊 非常方便 那方便在哪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因为他的什么特征值 目标准是不是 共同存储 你只要获取的时候 只要指定建设什么 值是什么就有了吧 哎 所以这地方 哎 你已经存进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吗 是不是再从这里面读起来吧 读出来吧 哎 那这个tf records读啊 也非常简单 读意味着它跟我们这些流程 是不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啊 注意到读取这个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读取数据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tf records读取方法 它也是一种文件 同文件阅读期流程 是不是我们这个文件读取 是不是一样的吧 只不过中间需要一个解析的过程 为什么需要解析啊 因为我们存进去的是一个 example的序列化 所以你在这里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read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我要对这个东西解析一下 解析 然后再解码我们的内容吗 就是你是bys的 是不是要解码一下 你是int也解码一下吧 bys的要解码 对吧 int就不需要了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只是多了一步 多了一步什么 解析过程 就解析 example谁 那怎么解析呢 看一下 paris pass single example 那么pass single example 第一个传进去 就是你的读出来的内容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序列化的example 是不是你读出来的吧 读出来的内容 翻到这里面 features 就是你一个字典数据 注意了 字典数据 件为读取的名字 直为 fix line feature 那也说解析的出来的时候 就是你的件 是不是 纯净是image 读出来也是image吧 纯净是label 好 那我是不是直也是label 然后呢 label读出来 它的值是什么呢 看一下它的值为 fix line feature 然后在这里 fix line feature 它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shape 一个shape 一个dtype 比如说 你读出来按什么形状读 你读出来的 类型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相当于是 给我们的一个example 做解析 所以我们接下来 来实现一下 读取tfrex 那整个流程 中间只是多了一个解析过程 好 那我们来 比如说定一个 一个凡数叫read fromtfrex tfrex 好 这里面我从这个文件当中去读 对吧 那首先呢 先返回一个 no 因为我们读也会读出内容来 对吧 读出内容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读取怎么读啊 说还是文件 阅读器流程 好 第一个 构造文件 阅读器 然后呢 第二个 是不是读取 构造这个文件 对列 对列 然后构造 文件 阅读器 读取内容 读取内容 是不是都是一些stream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读取的是一个example 写一把 example 所以中间需要解析一个example 因为存进去一个example 最多最后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解码呀 解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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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流程是一样的 只是中间多了一个这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着来构造文件队列 tf.train.stream input reduce 那这里是不是也翻到文件的列表 当然我这里只有一个文件了 对吧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文件翻到列表里面 直接把我们的文件目录拿来就行了 是不是这个文件 对吧 好 注意了 它传进去是一个文件的列表 我们就算有一个文件 是不是也要传一个列表进去 哎 flux点 是不是就一个文件的路径加名字 好 返回我们的 file quue 等于这个 file 构造好文件队列之后 是不是构造文件阅读器 但是tf.requiz的文件阅读器是什么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所以不同的文件 阅读器是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接触了什么 什么 有csv文件的 有图片文件的 有什么 二级证文件 接下来还有一种什么 就是这种tf records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tf的tf record的reader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它也是没有参数 然后实力化reader 然后reader一下 tf.tf record的reader实力化成reader等于这个值 然后接着干嘛 reader.read对吧 这个应该用熟了 读我们的队列 返回 还是t文件名 value 好 注意了 这个value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example协议 序列化的吧 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默认也按照一个样本就去吧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这个value也是等于一个 一个样本的 一个example 序列化 一个example的序列化 一个example的 样本的序列化 一个example序列化 序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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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value是不是要解析一下 前面我们这些读取的过程要不要解析 都不需要 对吧 你读取的就是什么bass 要么就是什么东西 对吧 解码就行了 好 那接着我们多了一个解析过程 解析example 那我们就要用到tf.tf.singleexample了 那我们在这里用到tf.passsingleexample 对吧 我们要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来辅助过来 参数 第一个就是你刚才的一个它的样本吧 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 那tf.passsingleexample 第一个值是不是就是你一个样本的一个example 是不是value啊 好 我要把这个值干嘛 解析成一个解析example协议 就是example协议是不是有很多features啊 这个features就是一个字典数据 好 那我要取出来说一个字典数据 注意了 那你取出来的名字是不是应该跟他一样 他是image 好 那所以image 那image怎么去取出来 因为怎么取出来 看一下值怎么取的 这里是一个fix linefeature 也说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fix linefeature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shape 比如说你读取出来的shape是什么 然后你的dtype是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类型只能有三种 fled32int64 那所以为了一一对应 你存进去是什么类型 读取出来是不是也是什么类型吗 你理解吧 那所以我们的image读取的应该是什么 读取的应该是什么 shape 这个我们一般的指定为空 它的类型一个是什么 image是什么 是一个stream 所以我们这里的地方写tf.stream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是什么 label 它是以什么 int参数 所以我们读取出来的时候 以int读取就行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只能选择int什么 印的64没有印的32 注意了 它不提供印的32 那没办法对吧 只能写印的64 注意了它就是提供了flow的32 印的64和street只能是三种类型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东西返回的东西就非常方便 你就可以通过建制队去获取了返回一个什么呢 features 这个features里面是不是有 这个样本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你就可以打印这个样本的特征值了 对吧 解码内容先不解码 对吧 对吧 我们print一下features 那既然它这个字典 我就可以获取image image 还有我们的features label 注意了这是一个样本的 默认也是读取一个样本 它不是批处理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不要通二斤日不出去了 不需要对吧 然后也不需要再存了吧 不需要再存 所以我们只要干嘛 是吧 读出来打印出来就行了吧 好 那读出来 我就在这里读 可以吧 直接都要用什么呢 read from cf.read from tf records 没有其他参数 直接返回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因为打印是都是tensor吧 shape shape 是不是都不定啊 然后stream inter64 是不是读出来的类型都有了吧 所以这一地方你就可以获取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简单了 你要解码了是不是 image要不要解码 image是一个stream嘛 我们要把它解码成 优印的八格是吧 是不是也需要解码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 解码内容 如果存储 读取的这个内容 读取的内容格式 是string类型的 strng 需要解码啊 需要解码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 如果是什么inter 64对吧 float32 不需要解码 注意了 为什么需要解码 因为你这里面是不是都是bys吧 所以你需要 对他一个抵扣的什么 抵扣的肉吧 二竞争文件是不是通过 这个东西 抵扣的肉解码呢 因为你看一下这个value 我们所有value打印出来 是不是都是string类型啊 然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 用in的八了 这里面才是一个个的数字吧 注意了 这个地方也需要解码的 对于你的image 你存进去是有string类型 所以我们的image需要解码 所以tf.decode一下 decode的肉 raw 对我们什么 features里面的image 给你解码吧 image解码 解码成什么类型 默认什么 tf.u in的八吧 好 那我打印 反过一个image 好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获取label吧 对吧 label label等于t 不用解码了吧 只有用features里面的label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把这一行的打印再拿过来 那我这里了就打印image label就行了 不用打那一行 我们直接打印image和label 好 我们来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解码之后还有一个这个inter的我们来看一下转变 这变成又印的吧了吧 哎 是不是有问号对吧 当然它的大小形状是没固定 是不是你要设定一下形状 然后这地方shape是什么是你的目标值吧 来shape它的一形状它的类型印的64 当然如果你不想变成立印的64你说把它形状改一下就行了吗 把它类型改一下就行了吗 cast 是不是可以改 你想把它改成印的上也可以对吧 印的上我们说了 因为印的64是不是存储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以印的上去存储啊 啊 它不会去浪费那么多空间给你存储对吧 好 转成印的上 当然这里你想把它转换成float也可以啊都是一样的好 那么我装创之后我的这个什么image的形状还没有固定吗 你想把十个图片都读取出来就不行啊 所以我要固定一下图片的形状固定图片的图片的形状啊 以方便于P处理方便于P处理 因为P处理会有这样要求 现在你只有一个张一张图片吧 对吧 所以我们要十张图片 所以这里怎么设置形状是不是还是reshape吧 对吧 tf.reshape把我们的image转换成三维的形状吧 什么形状啊 三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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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可以用self点是吧 self点heatself点wise以及self点channel 这设置成三招长三招宽三招通道数三吧 这样你个数据 那这个image呢就返回一个image干reshape 好 现在我们已经imagereshape已经处理好了 那这里我们把这个注释先打开 然后呢reshape 然后label形状要不要固定呢 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等一下我们在P处理再看 对吧 看一下它的这个数据读取出来了 是不是已经有了吧 对不对 哎 这样的数据 好那接下来我要读取十张图片 是不是要P处理啊 哎进行 注意了它默认全都是一张一个样本的 所以你必须得P处理 你不P处理不行 对吧 进行P处理 这是所有读取数据的时候你都要用的 tf点 tf点 睡点 bench 好 第一个值是不是我要把两个东西都拿出来吧 imagereshape和label 是不是要拿出来 然后我bench size 是不是我们这里面有一共有多少图片啊 十张图片吧 拿出来 那么thread就一个就行了 然后还有什么 capacity吧 是不是你的对一列大小吧 一般这个一样啊 返回就是image-bench 和label-bench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我们的数据从 tf records文件当中读取出来了吧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返回image-bench和label-bench 在这里是不是要返回值吧 label-image 先是image 先是image 别搞错了 bench和label-bench 等于这个 那在这里时候我把它打印出来就行了吧 我们看一下读取出来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打印一下这个值 看是不是读出来了 是不是读出来啊 哎 你这个 你这个 然后这是一个的对吧 现在你读出来应该有多少 十个吧 这是十个图片的目标值 这是十张图片的可能值 是不是这样就读取成功了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对tf records文件读取 那一般呢 如果别人用的是tf records 你要知道怎么去读tf records 你也知道怎么去存tf records 是不是比较方便吧 tf records 因为你读取出来 你看这个样本 它既然是一个字典了 是不是就可以 获取这个值 获取这个值 非常方便吧 还不需要你干嘛 还要进行切片分择啊 把这种格式给确定好 是不是不需要 非常麻烦 而且你还得去自己去处理 这些特征值目标值之间的关系 要一一对应 现在你这是不是就是一一对应呢 就是一个样本 还取出了十次而已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感谢观看